我這麼教他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把蛋打到鍋子裡 他說不要 我要打到鍋子裡 現在小孩好像 不要說打 你可能連大聲一點都不行 我是打就是打贊同讓他去受傷 現在小孩是不是有點保護過度 我是臭鼻子 我是賴正凱 我是二寶爸 我覺得現在的小孩保護過度了 很多時候你做任何事情 都會去站在小孩的方向想 甚至很多文章都不停的 保護小孩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 所以這次我們要來一點硬派的角色 找來就是我們的隱藏角色 文賢哥 大家好 我是隱藏角色 我是部落客 現在40歲有兩個小孩 5歲跟6歲 然後我現在當了爸爸之後 我就看現在的小孩 就發現 現在小孩好像不要說打 你可能連大聲一點都不行 然後像我女兒最近就是 他不太會下樓梯 反正我就說 那你就多練習多嘗試 但我老婆就會馬上跳出來說 那是因為有什麼文章 說小孩的什麼同整體 身體的什麼地方 可能還沒發育成熟 所以他會覺得有點不平衡 快墜落的感覺 他才不敢走 你不要這麼急迫他 你要慢慢的引導這樣 但我覺得 哇靠 都四歲了耶 怎麼會 怎麼會四歲了 連樓梯走的都還這麼的不順 然後老婆又這麼極度保護 我會認為啦 我現在認為 現在小孩是不是有點保護過 小孩的腦科學啊 或者是說他們的行為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心理是怎麼發展 心理層面這樣 對對對 然後搭配說他們的什麼感覺統合 怎麼去整理 感覺統合啦 對我剛剛沒想到 會有一大串的這個學術 會支持說現在小孩 這個動作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大人必須要就是說 去體諒他 或者是去配合他 引導他然後建立起他的信任感 其實我是蠻信這一套的 因為這都是所謂的科學嘛對不對 對 科學既然那些頭腦很好的人都這麼說 做研究出來了 對都已經研究出來 可能頭腦很好的人 然後做了很多研究 然後他們得到這個結論 對那這是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所謂的攻略吧 攻略本 對那我就只要翻著這個攻略本 造書養 對我造書去培養我的小孩 或者是跟我小孩去做互動的話 那應該會很順利吧 那我到目前為止 的確也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如果我撇開 就是以前我爸爸媽媽那種傳統的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念過什麼書 可能他們連國民教育都沒有接受 甚至連字都不會寫 對然後他們看到我們這些小孩子 我爸爸生了三個 然後他們有時間生 可能沒時間養 然後他們的方法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講不聽 講到第三次 對我就要用體罰的方式 就打了 對就用打的 然後一邊打還跟你講說 那是因為你要被打 那是因為你選擇被打 對類似 我覺得就像是預防針啦打預防針 喔疫苗 對疫苗 因為你的先從你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小失敗 先累積起來 等到你以後真的面臨到生活上的大失敗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修理好自己的心理 你要去訓練你失望的肌肉 你得讓你失望跟你挫折的肌肉變得發達 不然你要是肌肉 那一塊肌肉很萎縮 你要是出了社會 突然間一遇到這種挫折 哇 夭壽 夭折就掛掉 對一個砍過不去 對 做了蠢事 譬如像說有的時候 因為我家裡都是我在煮飯 然後我小孩就會很信聰聰地搬那個椅子過來 然後說爸爸我也要煮 不然的話他就是一直哭啊 一直鬧啊說什麼都不讓我進去啊怎麼樣 為什麼要煎煎開也忘不信 他的好奇心完全被點燃的時候 好 那就一起來煮飯嘛對不對 可能煎個蛋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先把蛋先打在這個杯子裡面 再倒到鍋子裡 對 然後我這麼教他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把蛋打到鍋子裡 他說不要 我要打到鍋子裡 對 然後就好 那你打 但是這個鍋子很燙喔 你要小心喔 對 然後他就打了 然後就 鍋子很高 他就這樣子打下去 然後鍋圓 要憑你鍋剛好燙到他的手腕 兩隻手腕 對 然後就炸了一聲 然後兩個手都燙傷 就有兩個很像割碗那種黑線 結果果然就是燙到 對 然後我在旁邊就幫他冰敷一下 這樣子 然後說啊被燙到了齁 可是他們並不會哭耶 因為他們自己選擇要怎麼做 是喔 對 他每次要說跟我哭啊 燙到什麼的也沒有用 因為他就自找到 這個地方就感覺你蠻硬派的 對 我這個地方我倒是很放任 而且 或者是小時候那個小孩 可能一歲半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爬到沙發上面 再爬到書架什麼 對 然後爬上去之後 下不來 太高 對 太高下不來開始哭 你看這個爬上 爬的話 掉下來的話很危險 對 然後我就一邊跟他這樣講 一邊在下面準備要接他 然後他就說爸爸我不敢了 然後我說沒關係 男就自己慢慢下來 然後他就掉下來 我就把他接住 就是真的讓他掉下來 也是在家裡的情況下受傷 也是可以有大人及時去做一個 對 旁邊有軟墊啊 我在旁邊一直看著他 什麼時候掉下來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讓我想到以前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教練常跟我們講句話 就是你在跟你的隊友 對練的時候 對打的時候 他就說你就不要手下連騎 他如果手放下來的話 你要是真的就一拳打他臉上 因為他的教練講法是說什麼 他說 你與其在道館內打傷你的同伴 你也不要讓他去道館外的比賽 被他打輸回來 因為你今天在道館裡面 我們自家人 我告訴你這樣攻擊 你被打到之後 你就知道我手要拉高 我不能太累手手都放下來 但如果你就是什麼都保護他 算了算了 你手要拿高 或是輕輕摸一下 他可能就不會學會這件事情 到他出去比賽的時候 被他一巴頭可能就倒到地上 就完了 就輸了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到 剛剛你這樣講 我突然想到這個 以前教練說過的話 其實我們今天穿這樣子 不是為了節目效果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是我真正的道袍 這個還有寫我的名字 賴政凱 到時候給你們金牌一下 文憲哥穿這個衣服 是因為他除了本身自己 在帶小孩之外 他還拿過兩部金牌 什麼金牌 巴西柔術金牌 怎麼都會定格 台灣啤酒 金牌 不是代言 巴西柔術制服跟便服組 對不對 金牌的話我拿了差不多六七個 所以不只兩個就是 對 好像不只兩個 兩個六七個 不同階段 不同階段的金牌都有 了解 反正就是他在小孩部分 跟在這個 柔術的部分 就不是說 柔術就是參一下玩一下 他是有已經到專業級了 可是你現在像你在學柔術 你的兒子會想學嗎 他可以學嗎 小孩子可以學嗎 可以啊 因為我之前為了基因德 我就帶小孩跟我一起去道館 都稱作這個叫基因德 基因德 對 婚姻的音馬 基因德 婚姻的音馬 就是每個人 每個人就是在夫妻之間 他有很多就是 訓練到核心跟四肢配合 然後你腦袋也要思考的動作 所以其實也蠻算是一個 感覺統合 跟克服挫折的一個過程 對啊 因為運動嘛 總會有失敗會有成功 會有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因為柔術這些動作 總是有一個人壓人 一個人被壓 然後他要忍受這些挫折 然後他知道說 他被壓了 然後他要怎麼跑出來 而不是在原地說 爸爸他壓我 這樣子 對 這樣說爸爸就說 把他壓回去啊 壓回去 這就是硬派教學 那個過度保護好不好 所以男孩子就是來學 那這樣的話其實 吳甲這邊也有在開小朋友的課程嗎 對對對 吳甲這邊有很多小朋友在練習 你現在去博客來 然後你打親子類別 你去找 基本上有破百本 破千本的書 在教你怎麼教小孩 怎麼養小孩 對吧 就連現在的YT Pocket 通通都有很多 在教你如何養小孩的一些資訊 包括我現在這個節目 就是親子議題 所以現在是一個 趙書養的年代 很多人都會看 什麼專家講什麼話 什麼樣的學者講什麼話 什麼醫生講什麼話 但你要知道 不是所有的人講都是對的 做父母的應該是聽完他們所說的 就連我現在講的 你也不見得要全部聽 你應該是聽完之後 你去想一下 那去看你的小孩 怎麼樣是最適合他的 這是父母要做的功課 對吧 而且我要提一件事情是 愛跟保護 這其實是兩個面向 你可以很愛你的小孩 像我有時候說 我很愛我女兒 我就有說愛到他 抱他想抱著骨折你知道嗎 因為太愛了 但是跟保護是分開的 你不能因為你愛他而過度保護他 那會變成一種控制 其實在愛情裡面也是 不能說因為我愛你 所以我希望這樣做你會比較好 那是你認為比較好 不是他覺得比較好 小孩子也是 在關鍵評論這個網站裡面 有一個心理學者叫Dr.Ru 他就有提出 用愛跟過度保護分出四個列別 高度的關愛同時過度的保護 只有過度的保護 沒有關愛 高度的關愛也沒有過度的保護 還有最後一個是 沒有愛也沒有保護 而這四個列別當中 只要出現在過度保護這個面向 就有可能出現以下的狀況 你的小孩可能缺乏自主性 跟人之間的溝通也有障礙 你沒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很空洞的人生 甚至物欲會變得很重 你有沒有覺得這些特徵 有一點像是 麻寶 對了 對於這樣的內容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你想要聽哪一類型的 親子議題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好不好 好啦我是二娃爸 我是錯別子 我是賴政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о 不過 我想要 хот當中觀眾 很好 好嗎 謝謝 包 stad